Hello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我是Grey 萬眾企多的練具人終於都是這個星期正式開播 播出當晚都可以說是佔據了世界各地所有的Twitter trending 可見該座在世界各地的引氣是有多恐怖 第一集的表現都可以說是相當不錯 就連一開始飽受爭議的Markima的配音 我都覺得是完全沒問題 MAPA沒有辜負觀眾的期待以及自己一開始的大肆宣傳 不過今天我不打算討論第一集的內容或者製作 而是要來講第一集中最經驗我的片頭曲 原本我以為OP會造成類似就術回戰OP的那種全程都很型的風格 不過我很慶幸製作組並沒有選擇敢做 而是非常好敢提取了漫畫的精髓出來 就是荒誕黑色幽默的風格 因為其實練具人漫畫前中期都可以說是充斥了大量藤本樹風格的 黑色幽默和無厘頭的劇情 並不是那種非常旺度的少年漫的風格 整首OP可以說就是將型和黑色幽默完美融合 一首最適合練具人的片頭曲 而且畫面當中都隱藏了大量的彩蛋和細節 完全可以感受到製作組滿意而出的誠意 今天我就想來順次聚來分析下這首OP中的所有彩蛋和細節 但內容涉及劇頭請浸著觀看 首先一開始就是一連串大量的電影reference 眾所周知藤本樹是一個非常非常喜歡電影的作者 他不客的每一套作品都必然會涉及大量的電影元素 更在炎權這套作品中講過 人死後不是去天堂或地獄而是會去戲院 所以MAPA這首OP中包含了大量的電影reference 可以說就是給藤本樹最大的禮物 一開始這段主角團身穿黑色細裝一起走的畫面分鏡 來自電影reference 接著這個小定次攬著Bocheta的畫面 就是源自非常出名的Texas Chancellor Massacre 然後這一幕按邊舉槍就是源自palfiction 而接下來這一幕練具人和武士都對決的分鏡 即是源自早幾年的電影精緻VS加椰子 然後暴力魔人在旅館隨鞋的這一幕就源於No Country for Old Men 接著來抽開車定次坐在輔助上面的這一幕 就源自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然後這段按邊抽小熊和放者在房仔裡面的這一幕 就是源自Attack of Killer Tomatoes 所以在牆上還特地放了蕃茄惡魔的資料 接著這段定次和power嚇到的這一幕 就源自恐怖電影 Don't Look Up 接天使按摩獨自一個人坐在樓梯上面的這一幕 就源自電影 Jacob's Ladder 然後抽同基野前輩的這一幕就源自電影Constantine 然後就是眾人在戲院中看戲的畫面 基本上藤本樹的所有漫畫都一定會有一幕 在當中角色去戲院看戲的情景 所以我都很喜歡op的這個畫面 而且這幾秒鐘可以把當中每一個角色的性格特徵表現出來 接著來這一段保齡球都是電影reference 源自電影The Big Lebowski 緊接抽傳訟後顯示出來的就是可愛的榮依Power 這個字體應該是模仿著雷神4的Love and Thunder 後面還有想做Markima小姐隻狗的定次 然後接著兩幕就沒什麼特別 就是射之惡魔的持有人窄到先 武士刀和唱之惡魔 然後就是一些Markima和定次的畫面 這一段看似美滿幸福 但其實暗藏原機 定次身上生出來的草叫做暴形草 有陷阱的意思 日文中暴形草更有烏鷹的地獄這個別名 然後這一幕定次頭上可以見到一隻昆蟲 這一種昆蟲叫做扁頭泥蜂 牠們主要會捕捉蟑螂 而牠們的特點就是可以自陪對方 扁頭泥蜂會用體內的毒液 令蟑螂完全成為自己的傀女 聽蟲自己的命令 就算要對方去死 牠都不會拒絕 接著Markima這裡要餵給定次的昆蟲 其實就是被採有吸蟲寄生的蝸牛 同樣被這種蟲寄生的蝸牛 將會被控制違背自己生活的雜性 綜合以上幾點如果有看漫畫的人 相信已經可以輕易知道當中的含意 只可以說定次就像這一幕所表現出來的一樣 追隨著一個魷魚水面鏡像一般的幸福 實質早已陷入地獄之中 然後就是一連傳非常帥的打鬥場面 但當中其實都藏了少少彩蛋 就像這一段定次被人打飛三次 以留下CSM三個英文字母 亦都是Chainsawman的宿舍 接著下來這一段我自己也不太肯定 但我覺得有可能是Eva的reference 然後就來到這一段巨型金色彈彈 其實都是源自電影Fight Club 而這一段關於金彈的一連傳畫面 只可以說非常符合練具人放彈的風格 在那一刻真的笑了出聲 之後的這一幕爆炸分鏡 我實在沒辦法不去聯想到藤本樹的短片漫畫 Sayonana Ellie的這一幕 以及練具人第二部的這一幕 只可以說這就是藤本樹不客的那一幕奇幻色彩 然後後面的這個畫面也挺有意思 應該是借鑑了這張圖片 而當中的含意大概就是 每個人的知識量不同 得到的訊息都會有所差距 所以他們眼中所見到的世界都會完全不同 都的確幾符合練具人中這幾個角色的定位 以及他們眼中所見到的世界 而抽腳底和身上的雪到底暗示了什麼 我只可以說明的就明 這裡暗示了後期一段非常重要的劇情 不過Part1是做不到的 然後就是興奮的未來惡魔的狂舞 幽靈惡魔 舞士刀 以及可愛的八痴二人組的開心跳舞 好以上就是今次練具人OP中 所包含的所有彩蛋和細節 如果有什麼甩漏好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 整體來說真是一個非常非常用心有誠意的OP 你可以說第一集的哪裏哪裏做得不好 但這個OP真是一個全方位沒有死角的滿分OP 單憑這個OP我都已經對MAPA充滿信心 練具人的動畫一定不會令人失望 事實上第一集的表現都足夠優秀 期待後續的表現啦 今次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在下面按讚告訴我 對於練具人OP和第一集有什麼感想 都很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 接下來我都會製作更多AC柱相關影片 有興趣就訂閱我的頻道啦 到去追蹤我的IG 我會在上面發放新番資訊 以及部分沒有機會造成影片的動漫評論 還會分享我追翻時的即時感想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